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知道我们这是第三届区块链全球峰会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面 外向区块链实验室和我们区块链全球峰会 都专注于区块链技术的研讨 也专注于区块链在各个行业当中的应用 我们会秉轻这样一个宗旨坚持下去 既不为各种诱惑所动 同时我们也要排除外难 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 这是在去年的区块链的峰会上 我们曾经宣布过外向会贡献自己的一些真实的应用场景 作为一个平台开放给全球的区块链创业者们 来利用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景 做一些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探讨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昨天峰会的demo day里面 我们看见了来自全球的经过评选 我们开放了五个 第一步开放了五个真实的应用场景 全球大概有35个创业团队报名 参加了这场竞赛 昨天的demo day里面 大家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展示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地就某些真实的应用场景 持续地向全球的区块链的创业者们来开放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消息进展 大家知道 观想区块链实验室从2015年成立以来 我们主要的终止或者我们主要的工作目标 是在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 研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第二个是 看讨区块链在幻象集团的某些场景下的应用 商业上的应用 第三个我们也肩负着推广区块链技术 普及区块链技术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在前不久 联合和威众银行 聚证员和万象区块链实验室 我们联合发布了一个区块链的底层协议 BCOA 接下来我们三方 会继续推动区块链底层协议 在中国的一个普及推广 在这里我也想借峰会做一个宣布 万象区块链实验室 将会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面 赞助一千万来推动BCOA 在中国的开发者大赛和开发者的大会 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面 我们希望也诚挚地邀请 中国的或甚至全球的区块链开发者们 加入到BCOA这样一个社区里面来 大家共同来推动一个在中国可以商用 可以应用的这样一个区块链底层的协议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在峰会结束之后 微中银行聚证员公司和万象区块链实验室 也会公布这样一个开发者大赛的一些细节上的内容 这是万象区块链实验室的一个 对于区块链技术在全球尤其是在中国 我们三年前做出承诺的一个回答 我们会一直坚持做这个事情 一直坚持专注于区块链技术 专注于区块链的应用 希望能够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些力量 也希望能够为区块链的创业者们提供我们的一些帮助 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两位嘉宾 一位是李柳飞行长 一位是以太坊创始人 李柳飞行长 这两位嘉宾对我们的峰会持续的 不遗余力的提供了非常巨大的支持和帮助 李柳飞行长和李柳飞行长都参加过我们两次以上的峰会 每次都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讲 这次让我非常感动 也是让我们外向区块链实验室 我本人觉得我们有价值 有必要坚持举办这样一场峰会 让中外的一些嘉宾 大家共同的在中国提供一个平台 大家来探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来探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这是我的力量来源之一 好的 我再一次代表主办方 谢谢各位嘉宾 光明今天的现场 谢谢大家